好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因为其实焦点话题还非常的多 我们不要只是聚集在疫情而已 那当然疫情还非常的重要 可是疫情之外 还有很多全世界的一些讯息 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么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仲达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 以及酒吧新闻台APP的朋友 一起收看收听 苏老师早 奉行早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好 那么我们先从川普访问印度开始说起 哇 印度真的是非常高规格的迎接教课 是 这个川普到印度访问 大概是最近国际间少有的一个新闻 因为现在很少复访复访了 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其实很少这个互访 那么川普大动作的到 他预计是36个小时 就是一天半的时间 那么那昨天我们看到的 在所有的国际新闻都有一个 他在一个巨大的体育场 有一个万人的欢迎会 那这个在全世界现在也很少了 如果我们看一看大概在30年以前 很多国家元首到访的时候 都会有沿街的这个欢迎 比方说车队 还有这种巨型的聚集 然后欢迎 但是在这个1990年以后 冷战结束以后 其实相对少了 很少 很少说 很少看到这一种领袖到访 然后万人空巷 很少 就像比方说在195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艾森豪总统来到台湾访问 那个是从松山机场一直到这个 我记得是圆山饭店 当时还没有 站在吉普车上 对 他站在那个凯迪拉克 敞篷车 那由当时的蒋总统跟艾森豪 那艾森豪最后他还站起来 沿途跟大家挥手 那后来我有这个问过一些这个前辈 他们说当时是这个新竹以北的学校 全部动员了 全部动员 因为我们我们那时候都还没出生 对 我们都还没有出生 我们不晓得 但是就说那当时那个时代是 是比较有的 可是现在其实很少了 我们很少看到 尤其是对于一个民主往来的 其实很少都是 基本上就是领袖对领袖 政府对政府 那即使是有民间的会晤 也是在一个比方说宴会 会议的场合 不太会有把不相干的人 集中到一个地方 然后由他做一个群众式的欢呼 但是这个当然好像看起来 很对川普的胃口 因为他开始竞选了 那那个某个程度也很像一个竞选的造势 所以印度其实 其实你看到说 最近访问印度的领袖其实也是有的 是 比如说习近平访印度 但是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动员 那么反而是印度 他是知道川普的口味 所以才刻意的安排了这样子 我的看法很简单 就所有的这些行程一定是经过双方的同意 那双方的同意的这样大的一个行程 一定要川普本人同意 他没有本人同意 不要讲印度政府不能安排 美国政府也不敢接受 就是老大这个老板不同意 这个他是主角 那所以我想这个显然是川普 他认可的一个一个集会 那在这个集会里头 当然对莫迪来讲是大大加分了 因为莫迪其实在过去一年里头 备受这个国际媒体的批评 就是说不管是他的这个公民法 克什米亚的问题等等 那么甚至经济学人 在两个礼拜前都有一个专题的封面 就是莫迪正把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带向危险的境界 因为他在宗教上面的处理 对然后看到他那个就是他所 他所属政党的附水组织 就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基本教育派 就是拿着这个鞭子冲进大学去打学生 这个在就是说这个在我们来看 都是不可思议 但是呢显然对川普来讲 这次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就是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美国 现在因为我跟中国对抗 我需要印度 所以印度是我的好朋友 那些东西像川普也没有提 也不在他里头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美国这个外交里头 就是走向所谓非常典型的一个古典的现实主义 就是价值其实已经非常次要的次要 重要的是实力 就是说实力胜过一切 你说讲的那些价值啊 什么气候变迁啊 永续发展啊 人权啊 民主啊 自由啊 宗教平等啊 少数民族权益啊 川普对我们都看得出来 对川普来讲 或许他在联合国大会演讲 他在一些演讲的时候会提到 可是大家看得出来 他不是真心的 就他在讲这些东西是当他需要的时候 他就讲 当他觉得说他不需要的时候呢 他就会避而不谈 因为反正他的选民也并不在乎 对就是整个整个走向这个 好那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在这个之下呢 就签了一个很重要的军售协定嘛 重点是要卖武器 对30亿美金的这个 这个武器 那这个对川普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正在竞选 那他这个代表就是 我啊 就川普真正做到了 货出去人进来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 我武器也卖 中国也要买我的古物 然后各国都要买我的东西 然后呢 我都用关税挡了他们东西不能进来 那你看我美国赤字在减少 所以我真正做到了发大财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了 对不对 而且人家人进来 我还不让他进来 这个是我美国 他所以我想这个对他竞选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倒是 他们的这个贸易协定遇到困难 那我看到的资料就是 因为印度还是一个保守和封闭的市场 印度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保护主义的国家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RCEP 要就参加这个亚洲的区域整合 他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竞争力 然后他也不敢开放他的市场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大概现在呢 是如果跟东南亚国协 这十个国家相比的话 他的开放程度都还比不上 都还比不上 然后这里头也 我讲一个这个贸易很多 很多项目谈 其中有一个谈不拢 就鸡 就鸡肉进口 为什么 大家知道印度是不吃牛 印度不吃牛 然后印度有很多回教徒 十分之一 他们不吃猪 所以印度人很重要的 这个肉的来源是鸡肉 那美国就 那川普就是要卖鸡 那那但是 而且卖火鸡 卖火鸡各种鸡了 火鸡鸡肉都卖 而且是雏鸡 橙鸡 鸡蛋 还有这个火鸡都要卖 但是印度对鸡肉的进口 是百分之一百的关税 那那印度为了这次跟川普谈 他们让步到多少 让步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让步 就我从百分之百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很剧烈的变化 川普说不够 要百分之十 为了这件事情谈不容 其实印度已经送了大礼了 对 但是就是就这件事 就是我看到的其中一项的争执 就这个 就这一点上还谈不容 那另外还有乳制品 因为印度人吃很多的奶类 那这个是美国的大象 所以还有奶制品 那都是类似 就是印度已经做了一些让步 但是川普的立场是不够 这个不够 因为之前 其实美国加征关税的当中 钢 铝 其实对印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另外 那么美国也对印度 其实有一些加征关税 当时印度就威胁说 我对你的哈雷机车 我也要加征关税 所以现在看起来 那么川普除了顺利的出售 他只有了30亿美元的军事武器 而印度其实对他来讲 他也是因为需要增加军事装备 因为针对巴基斯坦 然后呢 二方面 可能彼此之间的贸易协议上面 印度是有准备好礼物 来迎接川普的 但川普觉得不够 而且印度跟美国的贸易 现在还是美国是赤字 然后那这个军售 我认为这个意义很大 因为印度其实从1970年以来 他主要的装备来自俄罗斯 是 他基本上是一个 俄式武器系统的国家 就是说他过去是一直是 而且俄罗斯在整个这个武器装备的 这个买卖操纵上是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分 就是他给印度的都比大陆先进 就是他卖给印度的武器 一定比大陆前进 他把最新的卖给印度 可是最新的不会给大陆 然后第二个是 给印度的武器里头 是陆海空是没有分的 就是说你要什么都给 但是给大陆的武器里头 基本上会顾虑到 他本身的这个安全 所以表白说飞弹 比方说是空军 陆军 他海军就是对大陆是尽量供应 可是陆空军俄罗斯是有保留的 但是对印度是完全没有保留 所以那印度现在也在玩这种游戏 就是我跟我继续跟俄罗斯好 可是你看我现在跟美国也很好 我是大家都喜欢的 这个我讲的话叫万人迷 对不对 所有人都要需要我 他跟中国大陆也很好 大家都需要他 他跟美国也很好 他跟俄罗斯也很好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孤立巴基斯坦了 所以他不只孤立巴基斯坦 而且他在国际上变成一个一流的大国 因为大家都需要他 好所以这个川普呢 达成了他选举上面所需要的目的 而印度呢 达成了他多元外交的目的 而且不要忘了就是 在美国有很多印度裔的选民 就是川普这是一石多鸟 就是说他对 像卖 而且很有趣 美国卖给印度这个30亿 那印度就说 那这样我们贸易就平衡了 美国说不 武器不算在正常贸易里头 美国一向不把武器视在 这不能这样算 所以我们还是要解决贸易 台湾跟美国买再多的武器 都没办法平衡贸易 对 对 就是这个问题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哇 马来西亚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化 那么 马哈迪总理呢 昨天突然宣布请辞 而且呢 他所属的土著团结党呢 宣布退出执政联盟 原本呢 他是跟安华所领导的政党合组的执政联盟 现在看起来不但拆火 而且呢 他有可能跟其他的政党合作 再重新处于一个新的执政联盟 所以现在嘛 这个 因为马来西亚有六个主要政党 看起来会是一团乱呢 呃 第一个啊 我先讲一下 马哈迪现在 我记得是94 95岁了 他跟李登辉前总统是同年代的政治人物 各位要想象 如果李总统现在还活跃在政坛上 那个台湾人的感受 因为马哈迪是 呃 当我呃 李总统担任总统的那天 我就听到马哈迪的大名 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 没想到这个呃 我从学生变成教授的时候 还继续听到马哈迪 而且他还在位 我觉得这个 而且他还算是一个相对 呃 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需要选举的国家 不能完全是民主 但是需要选举的国家 所以他还在位 而且他退退休了很久以后又回来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马哈迪也是真是一号政治人物 如果以菲律宾来讲的话呢 他们都已经中间经历了三到四任总统了 然后他们 马来西亚又还是马哈迪回来 而且呃 我要讲就是马哈迪跟马来西亚 在全世界政治上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啊 全世界最大的亲生事是在吉隆坡 啊 不在沙吾地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马哈迪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一直是以回教国家的代言人自居啊 那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呃 实力并不大 他人口大概比台湾还少一点啊 他的GDP比台湾少很多 但是呢 那他比起沙吾地 甚至土耳其 甚至印尼 他没有这样的实力 不过马哈迪找到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知识上对抗西方的伊斯兰代言人 也就是说马哈迪在论述很多 他对西方对于伊斯兰的攻击 或者是污蔑 或者是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他是有论述能力的 所以他不像有一些国家 可能就陷入了恐怖攻击啦 或者有一些国家就陷入了对抗 他能够有论述能力 而且他是在英国受教育的 对不对 我印象中 所以其实他在英文的论述能力上面 是极强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未来的马来西亚会如何呢 马上回来 来 哈喽 大家早 那么我这边要透过笔记型电脑 来看看大家的状况了 Seven早 Jackie早 Terry Good早 Wii家 然后Wii透清函 Wii透清函说 哦 因为 哦 好 OK Wii透清函说 他好几天 好几个月 没有看直播了 然后今天复工了 所以呢 第二天打卡 你看吧 大家都还必须是要等到有工作才会早起哦 Hanny早 婉容早 然后Polay早 Polay还在甘肃张叶啊 那就是居家 还在居家那个 没有他是因为北京到现在不让他回去 北京的单位吧 那就好好在甘肃旅游啊 哈哈哈 滋路啊 他在家啊 昆仑山啊 OK好 Juny 找 智亚烏金瓶 然后Kelin 找 金穴 杨依如 然后Angela 还有陆菜 自由鸟 Foolhouse 简明亮 伊邦珊珊 然后Changlin 陈夷安 然后蓝星嫂 蓝星嫂也是终于准时的元席 因为他小孩终于开学了 他起重机载他们去吧 我来说欢迎国际资本到中国大陆来避嫌 你知道昨天真的全世界的股市跌得一塌糊涂 那少数的市场上涨 深圳成绩涨了1.35% 好 吕小苗他也是在昌平隔离了10天 还有5天他就可以出关了 所以吕小苗你是不是回昌平工作 所以先要隔离14天 然后接着才能够回工作单位上班 我猜想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大陆各个城市大概都是如此 主要城市都是你从外地来 你都必须先隔离14天 才能够回单位上班 好 那么 然后这个幸运的开始 现在韩国人要入侵我们大陆了 好 吕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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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小苗原本在13岭 OK 好 那么 来 我看一下 好 新运 大家已经开始 这个Polay 新运的开始 吕小苗已经聊起来了这样子 好 明明是我先来的 那个说这次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 病毒面前 这是人类跟病毒的大战 不是跟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任何一个民族的一个大战 好 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一座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鸿达 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 跟这个98新闻台APP的朋友们 一起收看收听 那么马来西亚的政治 马哈蒂 马哈蒂在伊斯兰教当中 其实有他一定程度的地位 可是终究已经94岁了 然后现在重返政坛 本来是说 他会将他的位子 直接交给之前是他的政敌 后来变成他盟友的安华 但现在看起来 安华可能又成为他的政敌了 这两个人中间 恩恩怨怨 我就做一个比喻 真的有点像李登辉跟宋楚瑜 这个我真的很像 就是当初安华是他的副总理 后来被 大家都认为是接班人 可是就在他身世最高的时候 被打入这个大牢 而且用一个很不堪的 一堪的 就是说他是同性恋 是基奸 这个是对 所以在回教国家 这是这个 就我想在一般国家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誉上的一个损害 然后后来在他还真的在监狱待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又复出 复出以后又组一个党 然后就跟这个马哈蒂合作 然后把后来纳吉推翻 那他们两个都从巫统出来的 但两个人都离开了巫统 另外创一个党 然后来把巫统打掉 然后现在 然后呢 那马哈蒂因为老了 所以当时 应该是说有一个默契 或大家认为的 因为马哈蒂公开说 他只做两年 那副手就是安华 所以大家想说 那我做两年 当然是交给安华 可现在看起来好像 这个接班又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顺遂 所以到底会怎么发展 坦白讲也不知道 因为纳吉现在还在官司产生中 而且他的官司现在 纳吉就是前总理 也是巫统的前领导人 而且他的贪赌 是就是说已经被揭发了 就是好像是十几亿美金的 而且是变成国际丑闻 因为这个造成他贪污的那一个人 目前还在 好像在美国的样子 应该都是到美国吧 就是钱进来 然后豁出去 大概那个钱最后都到美国了 那所以 那这个到现在 但看起来呢 马哈蒂这个走 不是一个按照他原来讲的是说 我做两年 然后就离开这样一个很顺遂的交班 因为其实两年已经过了 所以他当时就说 那个那而是有一点被迫的 那被迫现在传来说 有几个可能的理由 一个理由是 里头里头的这个执政党 现在分裂了 分裂为说要不要跟巫统合作 这样子一个分裂 然后分裂里头安华的角色是暧昧的 就是安华并没有完全跟着马哈蒂走 因为马哈蒂是不愿意跟巫统合作 因为他是打这个纳吉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长 但是安华好像没有追随马哈蒂 所以马哈蒂有点是愤然辞职 然后让这个执政党里头分裂 让安华好像没有办法顺利的接班 这是一种讲法 那另外一种看来就是说 本身就是逼宫 就是安华带领的这些人 因为你已经94岁了 就是你还不退 那我怎么办呢 我也老了 所以有一种讲法是说逼宫 那事实上怎么样呢 只能说继续一团乱 所以是马哈蒂在逼安华 那么回来 然后不要再去跟巫统没来远去 这是一种讲法 还是安华逼宫马哈蒂 马哈蒂愤而请辞 然后制造一个政治难题给安华 甚至他会不会回去找纳吉 回来逗安华 这个也搞不懂 也搞不懂 这个继续看下去 不过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疫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 马来西亚现在的政治操作 会特别让人家觉得 对 正式人物真的是 好 所以马来西亚的情况变化很大 因为他们的政党 就是有可以去进入联盟 然后彼此操作来操作去的政党 大大小小六个 所以那个变化还非常的大 而且你知道他们的恩怨 彼此之间是随时可以把怨放到一边 然后呢 大家合作 也可以随时把恩放到一边 然后从此变成仇敌 不过在这里头我们看到 就是说马来西亚政治 完全是由马来人主导 其实华人印度裔 其实都非常边缘 没错 而且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打压华人 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呢 就拉拢华人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华人在马来西亚辛苦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个礼拜呢 老师还特别提醒大家 然后在德国呢 所举行的那一个安全论坛里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国跟塔利班的人会面了 那现在果然传出来说 美国跟阿富汗的主要的反对的 这个这个这个势力 塔利班 达成了战时协议 达成战协议 好像他我看到讲法 就是29号的前 就是29号礼拜六 礼拜五 礼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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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签约 那签约的 不过他这个英文叫truth truth就是一个战时的修兵 战时的修兵 但我认为这个基础非常薄弱 为什么呢 美国要求塔利班的是 不要再恐攻了 你在一天到晚在喀布尔 炸这个炸的 然后要降低这个暴力 塔利班说OK没有问题 我觉得对塔利班来讲 他答应这个一点都不难 我另外再成立一个 专门是用恐怖攻击的 那我塔利班就走正规 我想这个 我看到这个 其实真的是看到 美国这位世界超强 在全世界介入当地内战的 这个同样的一个悲剧 什么悲剧 当美国没有办法取得 完全的胜利的时候 其实美国他不得不采取一个抽身的一个安排 那么他跟这个敌对势力的这个谈判 那敌对势力大概都会答应 就像当初北越或者早期的共产党 没问题啊 我一定遵守 为什么 因为你会走 我不会走 对不对 就美国你会离开 你会离开越南 你会离开中国 你会离开阿富汗 但我中国共产党不会离开中国 我北越不会离开越南 我塔利班不会离开阿富汗 反正你走了 我要怎么做 你奈我何 大概都有这个类似的悲剧 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有点类似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跟塔利班的这个会面 这个整个谈判里头呢 基本上没有阿富汗政府在里头 就是说大家看到啊 就是说我记得是欧巴马上台的时候啊 第一个到白宫访问的就是阿富汗的总统 他穿着一个绿的袍子去啊 还很风光啊 那个就是美国刚刚推翻这个塔利班 然后支持他 然后要表示对美国对他的大力支持啊 把他做为奉为做上兵啊 但是现在整个跟塔利班的谈判里头 完全没有阿富汗政府的角色在里头 是美国跟直接跟塔利班谈判 然后等于是他们两个谈好以后 你阿富汗政府就要听我的 大概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模式 其实对中华民国来讲不陌生啊 对 我觉得美国作为 但我们如果做美国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这也是作为一个超强一个 我觉得他权力的极限 就他在全世界介入 他介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得抽身 因为他有别的地方有事啊 那他要抽身的时候 他就直接跟敌对谈判 那你原来他的盟友 他就晾在一边了 这一点呢 其实刚刚讲的 不管是越南 或者更早的时候 国共内战的时候呢 这个是历史 就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可是就算拿到最近这25年 那么美国所有介入 想要建立国家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的 你不管是阿富汗 伊拉克到现在还是纷争不断 后来还 豢养出了一个伊斯兰国 然后当时想要推翻的埃及 然后呢 还有包括了利比亚 现在的情况也都非常的糟啊 对 其实这个就是 在国际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吊诡啊 就是你原来不喜欢这个独裁者 你觉得他太坏了啊 不过他到底维持了一个秩序 那现在把他推翻以后 新的秩序建立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产生一个问题啊 所以阿富汗现在的政府真的惨了 对这个现在就说 那接下来就是塔利班跟这个政府谈 但塔利班我跟美国已经谈好了 我是强势的嘛 对 阿富汗政府只能够吞进 吞下去 然后最后如果被塔利班给推翻了话呢 那也怨不得人了 是 这是信赖美国的结果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 虽然现在的川普是大力支持以色列的 可是以色列的政局始终无法真正的稳定 他们要举行第三次的 我中午今天刚好中午就跟一个 不到一年三次 跟一个以色列学者这个会面 我们就在谈以色列 就要向他请教一下以色列现在的情况 那么以色列现在就是一团乱 我跟这个学者很熟 我每次都跟他讲说 我说我们外面看犹太人是很团结的 然后这个是很有纪律 他说你错了 你完全不了解以色列 他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说你们都很聪明 然后你们很重视教育 因为我看很多教育学的书 都讲犹太人怎么教育 我一个人跟他合对 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对犹太人实在不了解 他讲 他说我们讲的都不是真的 我就讲一个 他说 我说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在书上面会舔蜂蜜 然后让孩子喜欢书 他说谁会这样做 他说谁会这样做 我说我们书上都这样写 说犹太人要小孩念书 就是让书上有一层蜜 所以小孩就知道说 他说没有这回事 那现在就一团乱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 内唐雅虎现在已经被起诉了 就是他因为贪污被起诉 然后他的两次选举都组不出政府 那刚刚讲到马来西亚是六个政党 那以色列是二十个政党 然后他们每一个联盟本身就是六七个政党 所以他是更碎片化 更碎片化 所以现在就是以色列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比较没有看到以色列在重大的中东议题上有什么发言 除了上次川普提出一个中东和平计划 以色列是大力支持 因为那对以色列非常有利 而且川普在提出这个计划在白宫的时候旁边站的是那堂雅虎 那这个就以色列就完全支持嘛 然后还有那克什纳他的女婿在中间周旋 但是呢以色列本身内部现在政治上也是面临难题 就是说组不出政府 这个在其实好多内阁制的国家都现在发生这个现象 就是说选了一次以后 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过半 然后要组联合政府呢 各个政党都有筹算 这个很有趣的是 要组联合政府的时候 通常那个最大党压力最大 小党反而代价而沽 因为为什么 我本身就没有筹筑政府的压力嘛 那你要来找我那就谈条件 你要让我的多 我大不了我就做反对党 我不需要组政府 那你是最大党 比方说今天我们台湾 不是国民党就民进党 他要筹筑政府 他少数 他要去求这个时代力量 他要去求民众党 那民众党就这样 我可以当反对党 我也可以加入你执政党 那就看我们谈条件 他反而最自在 但是你这个两大党 没有办法这么自在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以色列 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其实很多内阁制的国家呢 会三不五十 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麻烦 意大利是很明显的例子 然后西班牙也是很明显的例子 更不要讲比利时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组不成任何的执政联盟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就你知道总统制跟内阁制 各有利弊 总统制很容易出现 两党对立 然后国家撕裂 可是呢 内阁制呢 因为政党碎片化的结果 组不成执政联盟 他的那个效率低落的情况 也会让人非常的担心 但是他如果这个国家的文官体制 很巩固的话 就会算好一点 其实上层的这个政治人物 组不出来 他就是一个看守政府 没错 那看守政府就非常依赖文官的体制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过去很多经验发现 好像看守政府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乱花钱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重大的政策决定 一下要该一个几百亿的东西 他没办法做 他就是做很这个日常的这个政治运作 该发的证照要发 该举行的考试要举行 该修的马路要修 该通水管要通 可他没有办法一下做一个几百亿几千亿的规划 比方说一下就两兆要风力发力 他不能做 那所以呢 他这个国家财政就越来越好 就是说他反而越来越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政治上那个要选举的压力 所以他不会去做呢 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做的都是法律规定 他非做不可的事情 看守政府久了以后 国家财政就改善了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以色列我们看完了 等一下 我觉得非洲东科大学应该是讲不到了 然后伊朗谈一下 然后另外那个维基解密这件事情 我也想要谈一下 面临英国 他叫阿萨阿萨 阿萨基 阿萨基 我分享 他面临那个 哎呀 他真是为国家 为世界牺牲了 真的 真的 然后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时间上面可能最多只剩下八分钟的时间 甚至于七分钟吧 七分钟对不对 对啊 阿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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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瑞典人吗 解体不至于美国 再猜不了 对了 美国不可能解体 大家都不必期待这件事情 对美国有他先天上面的最优势的地方 其实就是地理环境 对 因为他北边的加拿大跟他南边 他接壤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对他都没有任何的威胁 然后都只能听他 他是整个美洲独卿 只有他威胁人家 对 然后他跟全世界其他的主要国家都隔着一个大海洋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得天独厚 所以其实美国 进口供 退口手 所以美国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要不要走孤立主义这条路线 他有孤立的本钱 对 可是 我们要孤立就没办法 然后他现在走的不是孤立 他走的是干预主义 就是到各地去干预 希望能够塑造华盛顿模式 好了 不管是不是善意 现在一般美国学界是 就他是一半一半 就是川普其实也 他川普这个脉络是孤立主义 因为选民已经不要了 就是American first 就是一个孤立主义 因为美国选民已经受不了这个干预主义了 所以现在美国选民正在反弹 可是外交精英还是希望推干预主义 我觉得正一点是他们现在外交精英跟选民之间正在拔河 但是他只要到全世界去干预 全世界都很惨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成本计算的时候 不会把别人的人民算为成本 他会去计算说我花了多少钱 然后我损失了多少的士兵 但他不会去算别人损失了多少的人民 这个是他在干预主义上面最被人诟病的 没错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我们现场我是陈凤信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 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永达苏教授 一座国际焦点 那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以及酒吧新闻台APP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收听 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 其实伊朗在2月21号举行的国会大选 全世界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 大家只注意说伊朗的疫情突然也升高了 对伊朗这个大选 其实有点延续现在全世界一个现象 就是温和派都纷纷倒地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就从美国开始 印度然后到甚至我想到台湾 到这个整个选举 主张温和的也就是跟你 跟你比较冲突对方 主张和解的这一派大概都倒地了 那伊朗就是非常现实的例子 现在这个如哈尼 都走向极端 对那如哈尼这次选举是大败 为什么伊朗总共伊朗是 对不起我看一下 好像290个位置 290个位置 那这个总统所属的政党 拿到多少个17个 这么少 一塌糊涂 就是说17个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对然后呢 这个他的反对党 就是激进派拿到200个以上 就现在还没有统计结束 但他确定拿200个以上 所以他基本上是垮台了 如哈尼彻底垮台了 因为你想嘛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总统的政党 在国会只有十分之一的喜次不到 290个除以十是29个嘛 他是17个 你只要你这个政党 主要政党 习次没有超过四分之一 你就是任人宰割了啦 因为超过四分之三被别人掌握 那就是说有点悲剧是为什么 因为他上台的时候就是为了和解 所以他在2015年 他同意不进行和指的计划 然后换取国际 美国欧洲 后来2016年签的核子协议 2015签 然后15年上后来马上签 签了以后 那结果川普一上台 就倒霉嘛 16年川普就上台了 然后就开始变了 然后现在那伊朗人 现在就发现你这个温和派走不掉 但这里头也有个吊诡的 就是这次的这个投票率 只有48% 那大家那一般的 我看到的这个分析 认为是温和派的人 基本上没有没有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失望了 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在操纵嘛 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候选人 也被禁止 也被这个除权 所以他们认为被操纵 另外一个他们觉得 我支持你也没用啊 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么凶 我支持你这个温和派 也没用嘛 那这其实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的经验 或者是比方说以色列 这个巴勒斯坦经验 就是温和派 其实某个程度是辛苦的 辛苦的就在于说 因为你温和派 那对方也要温和派才行 如果你这边是温和派 对方是强硬派 你的温和派会垮掉 所以基金派会刺激对手的基金派 对就硬派抬头嘛 现在全世界就是硬派抬头嘛 那就看谁的拳头大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跟伊朗之间 那个问题不就更难解 我想这个帮了川普 就是那对川普来讲 就你看 还用我讲吗 这个伊朗的温和根本是假的 对不对 我这样做就对了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合理化 川普他包括他对他的制裁 他撕毁这个协议 他暗杀他的这个将领 都合理化 为什么你看伊朗的真面目出来 不过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 就是当两个敌对势力 不管是国家或者是什么的 他属于鹰派都抬头的时候 表面上的和平是维持不了太久的 是但是但是但是这样就说我个人 当然伊朗不会去打美国 但但我觉得附近中东的情势就变化 但是这样就说两个都是鹰派的时候 我的看法还是那个比较大的鹰派要改变 是主变数了 就是说因为大和小之间 如果小的是温和派 大的是鹰派 那那其实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大的是温和派 才会让小的有一个空间 有温和派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强硬的话 那伊朗不强硬他也活不下去 大家看他就是他之前那个石油涨价 这生产石油的国家 石油涨50% 这个就代表他经济已经到了 但他经济已经到了 几乎要崩溃的边缘了 所以那坦白讲 一个国家被美国制裁30年 还活得下来 坦白讲这个国家也不容易 是啊 全世界只有古巴跟伊朗 对 对 那有北韩 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大家还记得维基解密吗 维基解密的创办人 躲了十几年了吧 是是 他在原来在英国一个使馆 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的使馆 是南美洲的一个住英国 密鲁 好像是密鲁 对 然后他住英国的使馆 对不对 然后后来 但是呢 终于就连南美这个国家都受不了了 然后呢 他就把他给交出来 交给英国政府 那现在英国政府要将他 递解出境 对 其实就是说送回美国了 就递解出境 就美国就 就就就就就就会到美国受审啊 那那现在就 但是美国 那递解出境就跟孟晚舟一样 要由法院来裁定 那所以昨天是开庭的日子 那开庭日子就引起很多的辩论 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 还有这个这个为这个国家的迫害等等的议题 那么英国也很多人支持他 但是现在就看英国的法院怎么判了 怎么判定 对 当年这个维基解密 阿桑奇呢 他其实就是透过一个网络系统 然后接着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是很理解 他是怎么盗取到了美国的这一些外交经历 我想这就是某一个程度的骇客 但他是一个 有点像那个台湾当初的廖天丁 所以他就是网络廖天丁 对不对 就我偷钱财的目的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这个社会 那这个劫富济贫嘛 那就是我劫政府资讯的负 来公诸于世 来帮助你们没有资讯的这些贫 可是他确实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 而且证明都是真的 对 他揭露的都是真的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全球弃拿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讲的是真 他讲的若是假的就算了 对 他讲的是假 其实就没有影响力了 对 那他讲他所泄露出来提供的资料是真的资料 那所以的确也造成 就是说对美国政府来讲 是很难堪很大的干扰 所以一定要弃拿他 那他如果被这个递解回美国的话 是 他会面临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肯定是要判刑了 因为美国像Snowden 他就是很简单 这个是窃取国家机密 这个是没有 这没有任何任何 不管你是外国人 本国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几十年的徒刑 大概跑不掉 跑不掉了 他就是在老李渡一生了 对 这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结果 对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苏永达 苏老师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谢谢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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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